今天带给大家几种豆腐的吃法 先做地的茄汁淡豆腐 淡豆腐的很多朋友切的时候容易烂 这里教大家一个方式 从中间直接切开 好 接着我们找个煎锅的锅里喷点油 放入我们的淡豆腐 把它稍微煎一下 好 翻面两面都煎一煎 好 两面都加到这种金黄色给它倒出来 给它看这个颜色 烧热之后来点蒜米和干葱 炒香以后下入番茄粒 好的 番茄炒出沙粒 接下来我们来点番茄糕 这样的话番茄的风味可以更浓郁些 好 来点清水 给一勺蚝油 半勺的生抽 半勺的生抽 好 少许的盐 可以加上白糖 好 接着下入金针菇 好 刚刚我们煎好的豆腐 盖上盖子烧过五分钟 好 五分钟以后来我们勾入少许的芡汁 来点芝麻香油 撒点葱花 好 出锅 今天教大家做个小创新料理 酥豆腐吃过没有 看一下怎么做 好 第五分把这个面包糠 倒入破皮机中 浇盐 放进去 一起给它搅碎 我们稍微破皮机把它搅成稍微细一点的粉 不然太粗了 不好裹 我们给它打细一点就可以了 接着找一块嫩豆腐 这次石膏豆腐 我们稍微把表面比较老的地方给它切掉 只要中间的 看这个皮我们不要 只要中间嫩的 好 接着我们打两个鸡蛋 过三关一下 把切好的豆腐先放入 这个叫玉米淀粉 先放入玉米淀粉中 裹一下 好 再放入鸡蛋液中 最后裹一层 我们甜面打的面包糠 几个四吋油 我们下入豆腐 好 我们炸了这种金黄肉 给它倒出来 好 最后我们再配上一个 泰式甜辣酱 第三道做一个 咸蛋黄虾仁烧豆腐 第一步呢 我们先把这个 蒸熟的咸蛋黄用刀给它 按碎一下 清晰了 我们把背部给它片开 便于把虾馅处理一下 片完之后把这个虾馅给它 清洗干净 好 我们在锅里放点清水 把豆腐先焯一下 冷水下锅 给它少许的盐 这样可以去除一下豆腐的豆腥味 稍微给它煮一煮 好 焯到这个我给它倒出来 油两分钟 锅里重新倒点油 下入姜米 蒜米和葱 轻轻小火 开到小火炒虾 炒虾以后下入我们的咸蛋黄 把这个蛋黄炒到这种翻沙的状态 就是什么叫翻沙呢 它有点像这种起泡泡的状态 它就翻沙了 开秒 这非常多的泡泡 炒到这种起泡泡的状态 就是翻沙状态 下入我们的虾仁 好 下入清水 好 下入丝瓜 给它烧一烧 给一勺食盐 下半勺的白糖 来点蚝油 好 放入我们的豆腐 好 中火烧个五分钟 好 时间到了 出锅前稍微扯点水淀粉 好 可以了 来点鸡油 没有鸡油加普通油都可以 出锅 好 出锅 最后再来一个枸杞 接着给它做一个锅煎豆腐 豆腐我们切成片 这个是个老豆腐 我们给它改成片状 放入盆中 一片也给它麻整齐 好 这里我们打4个鸡蛋 筷子给它搅散 好 放入一半 倒在里面 好 接着找个铁锅 把锅烧热 好 把热油倒出来 加点凉油 下入我们的豆腐和蛋 再把另一半倒进来 开中小火让它慢慢定心 你先不要动它 好 背面来点油 再给它切一煎 好 两面煎晃之后 给它倒出来 将就这个锅 不要洗锅 不要洗锅 好 下入牛肉末 小火慢慢炒散 慢慢炒散 炒香后沿着锅边来点花椒酒 下入姜蒜米 来小勺生抽 好 加点清水 调味给一小勺盐 白糖小半勺 蚝油加一大勺 白糖小半勺 白糖小半勺 蚝油加一大勺 好 下入我们之前煎好的豆腐 好 下入我们之前煎好的豆腐 盖上盖子中火煮过三分钟 好 出锅前撒入葱花 可以了 走 下面我们做第五的油炸豆腐丸子 好 豆腐直接放到盆中 用手直接给它捏碎 加入切碎的香菇 再加入切成粒的午餐肉 再来点芳萝卜粒 和转 搅拌均匀 来点个鸡蛋 小半碗的面粉 小半碗的玉米淀粉 小半碗的玉米淀粉 好 调味 给两小勺的食盐 好 两勺的五香粉 一起搅拌均匀 一起搅拌均匀 来点葱花 好 四层油温下入这个豆腐丸子 好 四层油温下入这个豆腐丸子 豆腐丸子 豆腐丸子我们给它捞出来 接着炸第二锅 最后我们再配点椒盐 最后给它做个肉末酿豆腐 好 清下热我们直接给它拍破 用刀背轻轻地剁几下 好 可以了 把这个口感不要剁得特别的融 这老豆腐我们切成块 稍微宽一点的块 接着我们拿个小勺子 直接用勺子去把它掏空一下 轻轻地在里面 挖个孔 像这样轻轻地用勺子把里面掏空 待会可以晾肉进去 好 接着把它掏出来的豆腐放到盘中 稍微给它捏一捏 来点虾仁 来点牛肉末 来点牛肉末 如果家里面你可以用猪肉末牛肉末鸡肉末都行 今天我用的是牛肉末 加进去 再加点胡萝卜粒 接着我们加入两勺的生抽 一勺的蚝油 一勺的蚝油 少许的白胡椒粉 一点花椒酒 白糖 少许的食盐 不然的话里面它是没有味的 应该来点底味 少许的食盐 抓起来 抓鸣肉 再加入3小勺土豆淀粉 再加入3小勺土豆淀粉 还有葱花 好 这个馅就做好了 接着把它做好的馅填回到豆腐中 还是用小刀子轻轻给它压一压 把它填回到豆腐中 接着我们调到料汁 一勺盐 一勺盐 小半勺白糖 两勺的生抽 好 半勺的蚝油 一勺盐 一勺的白胡椒粉 一勺的花椒酒 小半碗清水 搅拌均匀 再来点水淀粉 好 调制完成 好 找个平底煎锅 碰入少许的油 放到这个香浪肉的豆腐 把这个有肉的这边呢 我们先向下 小火慢慢煎一煎 好 接着要煎黄肉 我们要翻面一下 煎底部 下边我们也煎一煎 好 四面都煎黄肉了 我们给它倒出来 我们给它倒出来 找个砂锅 碰点油 油热之后 先下入我们的姜蒜米 先下入我们姜蒜米 还有干葱末 炒香 好 炒香后关小火 下入青菜 这个你可以放什么白菜 娃娃菜啊 这些都可以 我今天放的是一个小排菜 把豆腐均匀的码放在盘中 我们加一碗清水 再放到之前我们调的料汁 盖上盖子中火焗个八分钟 好 八分钟以后呢 我们下入点韭菜段 再焗个一分钟 好 吃过前稍微来点芝麻香油 好 水 再加烤 好 好 再来 好 汁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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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明天就给大家分享几道豆腐的做法 有煎的 有煮的 有炸的 希望有你喜欢的一款 我是阿伟 先关注我你雕的猫 谢谢